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是板田先生对乔本昌二九段的一盘棋 这盘棋非常的有趣 因为这盘棋我们在谈进攻的时候 可能之前大家看了比较多的是一种比较浓厚的攻杀的感觉 或者这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对局是比较多的 这盘棋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这盘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细微的比较细腻的那种味道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 就是进攻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把这个全局的这种节奏掌握好 怎么样通过进攻呢 获得利益 这盘棋是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学习这个从攻击中获利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好 那我们闲话不多说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盘棋 这是板田先生之黑啊 现在局面呢已经进入到了后半盘 我们经常说看这个进攻啊 我们说到进攻的时候呢 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在棋棋的前半盘或者是中盘 那后半盘的进攻比较少见 但是这盘棋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吧 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现在是白棋呢 是在黑棋的阵势里面 右边和上边是有两块这个掏了两块棋 相当于是有两块坐活了两块棋 那么相应的呢 黑棋是获得了右下角的这么一个势力 这个右下角被黑棋控制住了 但是白棋在左上角也获得了大量的实地 就是实地也很可观 现在这个局面呢 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收束的收关的一个局面 现在的这个局 就是从这个局面来说 应该是很细微的 黑棋没有什么优势 从目数来说 应该是局面很接近的 这个时候呢 黑棋挂角 白棋是夹在这 大家可能就有点疑惑了 说我们说围棋的攻击法 就是板田先生给我们讲攻击 这盘棋攻哪啊 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在谈攻击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然后我们也都是沿着这条线去往下进行思考 就是说我们总是说我们先找到一个进攻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看看用哪一种方式进行进攻 我们再具体分析 直接攻击能不能获利 有没有缠绕攻击的下法 或者说如果都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是不是进行这种远距离的撒网式的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包围战等等的 我们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这盘棋有一些不同 这盘棋我们看不出白棋那块棋是明显的进攻目标 中央的这块棋虽然没活 但是它其实眼位很丰富 而且挺厚的 我们可以说 这块棋其实不是一个很明显的被进攻的一个对象 因为非常简单 我们说弹一块棋 它是不是可以被进攻 大多数的情况下 如果你看你如果走一步是绝对的先手 比如说我们走在哪 不管走在哪 随便吧 比如说你走在这 这是绝对的先手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块棋是一个被进攻的一个目标 为什么呢 如果你走到这 它如果就是在局部来说 它如果不跟着你下的话 你就要对它进行更严厉的打击 甚至是歼灭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这块棋是一个被进攻的目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这盘棋这块棋好像不是 因为你随便走 你走一个 可能你绝对不是先手 你再走第二个 是不是先手 我们得再斟酌一下 所以说这块棋 其实离弹进攻还有点远 这个子 它其实也蛮优先 它是加一个很松的位置 这边有拆二 这边你这颗棋子 它还有可能进攻黑棋 所以说这盘棋到当前为止 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进攻目标 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块棋没有完全安定 我们可以这样说 它没有完全安定 这个子也没有完全安定 甚至是因为的这个子没有完全安定 我们在这样的局面下应该怎么办 这个是这盘棋的一个课题 我们先来看看最简单的 比如说黑棋拆二 这个是进攻吗 这个可能不叫进攻 如果拆二的话 白棋就跳起来 现在像这样的话 黑棋这颗棋子就显得很被动了 黑棋要么就是点脚转换 要么就是自己去 比如说拖连班等等的去做活 但这个就谈不上 完全谈不上进攻 这个叫做受关 黑棋要去做活 为什么黑棋不选择这个下法 首先它不是最坏的 我们不是说这种下法不可以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是很不愿意想成这样的 因为如果让白棋这个子 跟中间这个连起来之后 首先第一个它就当后势用了 我们刚才说 它没有完全安定的这两块棋 它连起来 连起来了之后 它就兄弟联手了 这就有点势不可挡了 结果它就可以当后势用了 所以说如果它连起来的时候 黑棋这个子就有点被动 接下来黑棋要处理这个子 这是第一点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走了这个之后 这个脚上的问题 其实没有得到解决 白棋随时一爬 黑棋大概只有顶 然后白棋一搬 这个局部来说呢 是一个打结活 这个不爬这下也可以 就是简单的说 就爬掉的话 这是一个打结活 但这个节黑棋如果打败的话 黑棋就是 我们可以看黑棋全盘就没目 这个节如果打吃 被白棋打住 提掉的时候 这块空基本上被破坏了 那黑棋全盘就没有空了 所以说这个节黑棋 基本上是不能打的 那么这个角呢 就是白棋可以做活 我们简单的说 用最简单的说 这个角是 随时白棋可以做活 那现在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 如果你活这个子 人家就活这个子 如果你杀他这个 人家就杀你这个 所以说黑棋如果简单的拆二之后呢 这个全局来说 它是非常被动的 不是说这招棋不大 这招棋也可以 也挺大的 但是在当前的局面下 如果你走这个 被白棋跳起来的话 这个不符合战略目标 就是你这个脚 它没起到 这个拆二没起到 就是防守这个脚步的 这么一个作用 人家还是能活 对 所以说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因为这个的确是有点 就是这个局面下呢 可能有点难 去理解起来有点难 大家试着 尝试着跟着我们的思路 去进行这个理解和体会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角作为一个 埋下一个伏笔 就是白棋这个角可以做火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 那么黑棋 接下来黑棋 最好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争取主动权 比如说黑棋 如果在这一线 这一条线 我们说战略目标 这条线上能够把白棋分断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白棋要在下面做火 上面也要做火 对 那么下面做火 上面做火的同时 我们相信啊 白棋这个不是说你要杀掉它 它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在下面做火的同时呢 我们看它这个角基本上就死掉了 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 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样 然后白棋要在下面做火 比如说哈 那这样的时候 由于你要在下面做火的时候 你就需要下这种尖 类似于这样的招法 甚至或者是拖等等的 不论你下什么 这个子叫无极而终 对 它你不需要管它 它自己就死掉了 如果这个子无极而终的话 我们看围棋里面就很重要的是 我们讲的叫效率 那黑棋这个地方 它就少补一手棋 它少在这花了小下一步棋 同样的 就是说我在上面走 分断你的价值 可能跟下面的价值差不多 但是脚上我少画了一手棋 那么毫无疑问 黑棋从战略上来说 就是应该分断白棋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分析呢 这个对于大师来说呢 可能是很简单的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听起来有点懵 就是 它为什么这样 可能想半天想不明白 但是我们就细细的拆解 它里面的味道 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 所以说从当前局面 从策略上来说 黑棋一定要想办法分断白棋 这就是黑棋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只有分断了白棋 这个角上黑棋才安全 如果不分断白棋 黑棋角上就嵌守棋 还有一个 只有分断了白棋 黑棋这个子就安全 同时白棋这两块棋 它就要去考虑做活的问题 这是一个绝对的 一个主导权的问题 如果直接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实战 如果说你直接走这个 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样白棋飞出来 对 这两个子之间的联络线 它是有问题的 这是存在问题的 就是你自身实际上是没做好的 我们说你 这个黑棋要攻白棋 这块其实还蛮遥远的 但是它不妨碍它 我们刚才说的战略性上 它可以把它切断 远远的进攻它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直接想办法进攻它 比如说你这样 这样我可以说 就是大胆的告诉大家 这个叫做黑棋 这就是飞蛾扑火式的 这种自杀式的下法 这个你绝对吃不掉它 但下面的损失太大了 所以说黑棋如果直接震 被白棋飞出来 黑棋没有什么好办法 自身的联络线有问题 如果跳这个 这个是一种相对来说 比较松缓的下法 如果跳这个的话 白棋也跟着跳 接下来黑棋就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飞 它就作祸 我们看黑棋还是没有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实战的板田先生 给我们展示了 他的这种独特的才华 非常的漂亮的下一手 大家可以猜一猜 它下在哪 其实顺着这个思维方式 大家可能也许就能猜到了 这是比这个跳要紧凑一点的下法 再给大家提示一下 好 我们看实战 板田先生飞在这 飞压 这招棋可以说完全这不是定式 大家可能没见过 局部来说没见过这种下法 但是在当前的局面来说 它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它满足战略目标 飞了之后白棋如果跟着爬 有了这两招交换 局部来说 就黑棋是损控的 黑棋在实地上是有损失 让人白棋走在这个思路上 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在地强调 黑棋最终的战略目标 是要把白棋分段 如果有了这两招交换 黑棋就可以震 白棋在这个地方钻 就不成立了 它就靠住 如果冲 看这两个子就发挥作用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白棋虽然能从这冲出来 怎么说呢 白棋也可以 绕一圈你可以联络 但是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辈黑棋虎 这个角就统统性黑了 这个白棋损失太惨重了 所以说呢 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棋震过来 黑棋震过来 这招棋很厉害 大家注意 它不是说跟着你局部走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战略目标的考虑 那当然乔本山二 也是一个九段大高手 它不可能轻易的中计 实际上呢 它走在这 飞这个 飞这个跟这个跳意思差不多 就是说 它反正总之是照顾一下自己的这块气 那飞这个可能更 相对来说更注重实地 跳这个呢 更注重这个安全性 所以它实际上飞在这 这个时候下一步棋 板田先生呢 他又是别出心裁 你看正常来说 我们说你不理我 我肯定贴下来 这个很爽 是不是 但是 这个不同的局面 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 如果你贴下来的话 看上去很爽 但是这排气来说 这叫毫无作用 因为这个地方人家已经飞过来了 这个贴下来就是走在了最没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不能考虑的 所以实战黑棋呢 这样虚晃了一枪之后 他的目的还是做活 飞在这 但是这个做活是对白棋有这种压迫感的 这个是命令型 就绝对的先手 如果你再不走 这被黑棋飞下来 这个脚就要命了 这个就要吃白棋了 所以说呢 白棋跟着飞 黑棋呢 继续飞 这招飞也是先手 如果你不走的话 它可以靠下来 这个我们具体局部就不带过多的细摆了 因为这个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总之大家就知道 这个飞一个呢 是基本上是先手 白棋实战呢 是冲这个 他是选择了一个反击的下法 冲了加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补断 但这个其实是不太好 这可能还不如直接贴 我们不去管他 实战黑棋呢 交换了几手之后 先把自身处理好 安全了之后呢 接下来他 白棋先生 他又露出了他的这个獠牙 他走在这 介绍器也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这都不是我们实战中 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下法 但是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后半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板田先生 他的这个棋风的特点 就是这样的 他越下到后面 他越紧 就是他的其实非常非常紧 凑偶下的 我们看上去 这个好像是 我们在谈 可能有大多数的 像我这样的水平的棋手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像这个局面 我不 就完全没有进攻的意识 我们不谈怎么进攻 这连 该不该进攻我都不知道 我就没有这个意识 我觉得这可能就应该 正常下下就得了 XX2 可能差不多 但是通过这个 看板田先生的招之后 我们真的就是学到了很多 他的这种 这个犀利的棋感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值得敬佩 值得我们学习 下一招 交换了几下之后 虚晃一枪 他又来这儿 继续分段白棋 实际上白棋呢 剪在这儿 当然了白棋这种靠 这个是没办法联络的 他这招棋呢 就像一个 一把这个利剑一样的 就从把排棋的这个联络线上 一把剑下来之后 就给你切断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下法 一种感觉 这是 简单的说 就是分段白棋 还是继续分段白棋 白棋间 那由于有黑棋这一串下法 作为这个背景 就是作为它这个前提之后呢 黑棋再肆无忌惮的 就可以把白棋分段 那这个时候 因为黑棋这块棋 已经很厚了 因为它这随时一扳就活了 上面呢 这它随时一虎过来 这个头也很长 飞过来之后 我们看 我们最初说的 黑棋的战略性的目标 就已经实现了 因为无论如何 白棋这个角 它不敢再去做活了 是不是 如果你爬 我们再看 如果爬 黑就挡 黑就顶 还是这样的 你不管你走什么 你扳了虎 是不是 我们说这个局部 可能是打结活 或者怎么样的 但如果走这个 你现在肯定是来不及的 因为这两块 其实现在是最紧急的 如果走这个的话 人家冲过来 这绝对先手 你得爬 那这个时候呢 黑棋可能是先 比如说 先攻这块 先攻这块呢 不管你白棋怎么做 我们默认它能做活 这个里面就咱不细摆了 比如说默认它能做活 那黑棋再去飞这个 再去攻这块 只要黑棋有一个前提 就是把白棋分断就行了 这非常简单 其实这个 大家看上去可能 这个有点不可控 但对于高手来说 非常简单 你大概只有挡 然后就比如说 我就继续的尖一尖这种 接下来你要做活 你必须得靠这种下法 就是你必须得靠这个尖 这能不能活 首先我们就一大问号 没准就直接点死了 比如说它先扳一下 就算不直接点 它挡一个 这个也是绝对限手 挡完了之后 就把白棋给点死了 所以说你这个角上呢 已经是毫无这个 生还的可能了 不仅如此 我们看 由于黑棋把白棋分断 我们还原一下 刚才是这样的 由于黑棋把白棋分断 之后呢 就是白棋 这个中央的这块棋 和下面的这块棋 必然会遭到黑棋猛烈的搜刮 它必然在做活的过程当中 会要付出代价 代价之一 当然就是这个角 是无条件的 无击而冲 其次呢 它肯定会 木树会受到损失 所以说黑棋 通过这一系列的下法 这都是虚张生事 你看飞在这 其实它不是为了攻这个 它是为了分断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飞了爬 看上去也是威胁这个 其实它还是不是为了攻这块 最终还是分断 分断最后呢 它还是要干嘛呢 大家想一想 最后它实际上是 把白棋杀这个角 同时占一些便宜 也不是说一定要去 把白棋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种 怎么讲呢 如果说之前我们看 板田先生的 他的这些题材 就是之前我们讲的 这些片段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感觉 我们说 板田先生的棋 是非常犀利的 是非常锐利的 我们经常看到沙大龙 比如说直接屠龙 或者说是 就是通过进攻 获取巨大的利益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 但这盘棋 给我们展示出了另一面 同样是进攻 但是它有一种 这种水银泻地一般的感觉 就是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舒服 白棋在一种 就是好像如梦如幻的 就做梦的过程当中 就被黑棋给 这个板田先生 给把这个局面 牢牢的控制住了 你还没反应过来 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呢 其实可能这个局面 已经不行了 这就是高手的可怕之处吧 所以说这盘棋 也是充分地体现出 板田先生的这种 他对后半盘的这种 掌控能力 局面的控制能力 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一点难 有一点挑战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可以自己再慢慢体会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